海葵台风往南侵袭造成花莲南区三乡镇停电灾情 尤其吹起9到10级强震风 花76线酌西乡古风轮天断四肢电感应声断裂倒在路中压 道路交通中断 而4号一大早台电也冒雨抢修 最快一天之内内要修复完毕 海葵台风吹起9到10级强震风 出力在空旷农田道路上的四肢电感直接断头 一个个横躺在马路中央 附近区域的住家停电不说 连接副理乡明里 桌西乡石平部落的主要道路 现在人车也无法通行 台电灾修工程团队 今天一早冒着好大雨进场抢修分工合作 清除电线以及断裂的电感 以新的电感替换来立感 工班班长说最快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修复 至少要花一天的时间 要一天喔 立起来 最主要是电感要立起来 立完之后就比较 立完之后就通电了吗 没有啊 台电部分我们还要去行 这附近的陷路有没有 有没有阻害 有没有阻害他就会进去 截至记者结稿为止 台电表示仍有949户停电 范围包括了副理、玉理、洁安、封滨、卓西 以及收封箱等地 台电也正动员人力冒于抢修中 希望今天都能尽快修复完成 陆续恢复供电 记者是玉兰主席采访报导